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光早已流逝 但钱学森这个名字 以及他曾经的颠沛流离 他的执着坚定 他的爱和付出 却会一直保存在 每一个到访者的内心深处 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 这是一段关于艰难与信念 抉择与理想的不朽传奇 1950年8月23日 刚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 教授职务的钱学森 在五角大楼 约见了美国海军部副部长 丹尼尔金贝尔 他正式告知金贝尔 自己和家人即将离开美国 返回地球另一端的祖国 金贝尔力劝钱学森留在美国 甚至充满暗示地表示 要钱学森三思而行 但这位文明全美的中国科学家 去意已决 回到中国去 这是钱学森两年多来 筹划已久的事情 1949年5月 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北方当局的来信 邀请他回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 钱学森知道 信中的北方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 那么这封信钱老收到以后 是吧 我父亲和妈 他们感到很激动 1949年10月1号 共和国的成立 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 跟我妈妈商量 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 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 我们就回国 当时的钱学森刚刚被加州理工学院邀请 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这是他赴美以来获得的最优厚科研条件 但回国报校 始终是钱学森深藏于内心的人生归属 早在1947年 钱学森将自己与妻子蒋英的婚礼定在上海 在受邀演讲中 他用诺贝尔奖得主有礼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我们要消灭众生的困苦和匮乏 带给他们愉悦和美丽 1947年回国结婚 而当时国民政府也有聘任钱学森 做交通大学校长的这么一个打算 但是钱学森看到1947年民不聊生 看到这个情况他很失望 所以当他的导师叶己孙 教授问他 你愿不愿意当这个交大的校长 钱学森愤愤说了一句 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 也正是这一时期 钱学森确信了中国的未来 他告诉美国友人 他相信中国的胜利将属于毛泽东 回到美国后 他很快便辞去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 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逐渐脱离美国军方身份 为回国创造条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礼炮 轰然宣告中国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时 在大洋彼岸 钱学森和已经怀孕的夫人蒋英 也即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他们决定等孩子生下来 就一起回到新中国 1949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一个指示 就是号召做留美知识分子回国工作 总理的指示传达以后 对海外留学人员的鼓舞是很大的 那么许多知识分子留学人员 积极准备回国 那么钱学森同志就是当时其中的一位 在与中国留学生一起的聚会中 他们共同相约 为了抉择真理 我们应当回去 为了国家民族 我们应当回去 但这个计划并未像钱学森所预料的 那么顺利和美好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 麦卡锡主义盛行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排外运动 在美国愈演愈烈 1950年 在麦卡锡主义恐怖弥漫下的美国 三种身份的人最容易遭到清洗 同情共产主义者 外国人 科学家 在加州理工学院 喷气实验室 一名由钱学森推荐的研究员 微音鲍姆 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 当局立刻吊销了 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 安全执照 并通知加州理工学院 不准钱学森参与任何 涉及军事机密的研究 尽管钱老有这样的身份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出 美国五角大陆 拥有海空陆 三军的特许同行证 但是后来 他仍然 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被猜疑怀疑 钱学森不屑于解释和争辩 他将家中一切打包了八只大木箱 订好机票 准备全家一起归国 临走前 钱学森只身前往华盛顿 向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 告知他的回国行程 面对这位美国官员 此时的钱学森并不知道 自己即将陷入一场黑暗的漩涡之中 当钱学森离开金贝尔办公室的时候 金贝尔拿起电话 跟司法部打电话 讲钱学森这个人 知道的东西太多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回国 所以当这钱学森 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的时候 美国移民规划局的机场 向钱学森出示 不许钱学森回国的指令 他一气之下 他在家待了七天 闷在家里头 也不出去 但是他不知道 当他从机场回到家的时候 他这个家 已经被移民规划局的机场 已经监视了 因为不让你回去 那腿长在你身上 那万一你跑了 那咋办 当钱学森回到洛杉矶的家中 已经送到海关准备起运的八支大木箱 被联邦调查局 以涉及美国机密文件为由扣押 后来的调查显示 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 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 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 不过是私人书籍 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此时的朝鲜半岛 美军正在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登陆 进行准备 美国当局这一反常举动的背后 恰好暴露了军方阻挠钱学森 归国的真正原因 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 钱学森所从事的工作中 有90%属于军事机密 美国军方担心 一旦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 他的技术和知识 会为头号对手苏联所用 而在当局看来 钱学森一个人 就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因为他掌握着火箭武器的 重大秘密 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 位于洛杉矶以南的圣佩德罗湾 这里属于美国司法部的移民规划局 高墙和铁丝网 专门用来羁押偷渡者 1950年9月6日 钱学森因莫须有的 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拘禁 调查人员特意把钱学森 关在一个单人间 不允许他和任何人谈话 并且实施了非人道的折磨 透过铁窗外 钱学森只能借着洛杉矶隐隐约约的灯光 证明自己还活在人间 这个拘留所是专门关押 从墨西哥非法偷渡入境的墨西哥移民的 好在移民规划局手下还留点情 没有把钱学森和那帮偷渡的人关在一起 而是还给了个担尖 还有卫生间 但是要命的是 这个房间里头啊 是每三分钟晚上就亮一灰灯 让你根本就睡不着觉 正是这种身体的摧残 使得在13天的拘禁当中掉了13宝 钱学森被拘禁的消息 很快便经纽约时报传开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 和导师冯卡门等人 凑齐了一万五千元美金 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我说我们已经跟律师说好了 明天就可以来接你出去了 我就奇怪 他怎么不说话 他也没叫我名字 也没说话 原来他失去了女人的条件 他回来了 我们第二天 第13天我们去 我们去接他出来的时候 他什么人也不理 什么人就去跟我 但是一句话 他不会说 我跟他说就回家了 孩子都好 你放心 然后 吃到点头 我就发现了 我跟原来他不会说话 13天丢掉 掉了13宝 他一天掉一宝 他人虚子不得了 出狱后的钱学森 逐步恢复了说话能力 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接踵而来 他经历美国历史上离奇而荒诞的裁决 一方面因他有共产党倾向 被判应当驱逐出美国 另一方面却又有与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机密 不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这张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档案 真实记录了钱学森 从1953年到1955年间 每个月的报道情况 限制自由 兼听与跟踪 充斥着那段屈辱 无助 而又漫漫无期的软禁生涯 钱学森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 发出了悲凉感慨 你相信世上还有正义与诚信吗 在上海的钱学森图书馆 我们可以寻找到 这位天才的中国科学家 在美国那段时光的人生轨迹 钱学森母校交通大学的成绩单 显示了钱学森美门功课均为优异 1935年8月 考取公费留学的钱学森 从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 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攻读硕士学位 也正是这一年 钱学森在撰写题为火箭的文章中 描绘了自己心中的远大抱负 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 望着繁蜜的闪闪群星 有一种渴望不可及的失望吧 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 不 绝不 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在麻省理工学院 这个总是考第一的完美主义者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除了上课和做实验 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 最大的娱乐爱好是古典音乐 波士顿交响乐团 1935年到1936年 一共举行了20场演奏 钱学森一场都没有错过 来到美国不到一年 25岁的钱学森便孤身一人 横穿美国大陆 来到加州理工学院 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 冯卡门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犹太义科学家 从纳粹反游主义盛行的德国 来到美国从事他的航空理论研究 同样身处异乡的心境 让冯卡门与钱学森之间多了一层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 在回忆录中 冯卡门这样描述两人的初次相遇 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 仪表严肃的年轻人 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他思维的敏捷和赋予智慧 顿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 年仅28岁的钱学森 以一种全新的近似方程式 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式 可体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 这就是著名的卡门前近似公式 被后来的国际航空界广泛应用了20年 1940年钱学森加入了当时 加州理工学院最前沿的火箭小组 在一片山谷上 他们发射了第一枚火箭 这片山谷也成为 美国火箭研究的发祥地 从此钱学森的研究重心 从航空开始转向火箭 冯卡门却敏锐地看到 这些年轻人的尝试 可能将改变未来 1944年2月 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 实验室设立弹道 材料 推进 结构等四个部门 前学森负责推进部门 并参与共同管理弹道部门 美国政府每年投入300万美元 开始研究代号为 列宾A的火箭武器 二战结束后 美国开始制定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的规划 迈向新高度 这一项目云集了数十位美国顶尖科学家参与 十三卷报告中 由武卷 由钱学森参与编撰 并执比了最重要的部分 1947年 36岁的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 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他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 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 预测他会成为另一个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冯布劳恩 在长达五年的软禁岁月中 钱学森并没有在逆境中消磨掉自己的天才 他辞去所担任的大多数职务 埋头写作 连续四个月 每月完成一篇论文 一部四十万字的经典著作 《工程控制论》 在这一时期完成 正是在新的研究领域中 钱学森找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 也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那五年被折磨的时间 他完成了他的巨著 《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 他是钱老在美国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实际上他把工程科技的走织管理的技术 与《控制论》的结合 所产生的思想和理论工具技术方法 恰恰恰就是后来他所钟爱的系统工程事业的奠基之作 《工程控制论》的巨著后来翻译成多种版本 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55年夏天 一场盛大的游行集会在北京举行 人们走上天安门广场 欢庆五一劳动节 钱学森也通过一本人民画报 看到了庆典的盛况 但一个意外的细节 让钱学森一家兴奋了起来 在天安门城楼上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书通 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 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 被美国政府拘禁 经历五年 无一日一时一刻 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钱学森用最直接的方式 表达了他当前的困境 和对归国的期待 但在那个年代 从美国寄往中国大陆的信件 太过引人注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 随时会拆解钱学森的信件 如果贸然给北京寄信 调查人员将成为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读者 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辗转了大半个地球 钱学森的求援信终于送达北京 陈书通当即把信 呈送周恩来的手中 这份珍贵的电报 记录了外交部 给正在日电瓦参加 中美大势级谈判的王鼎南 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的内容 文中分析了美国方面的 各种应对可能 但电报最后强调 坚持释放的要求 在谈判桌上 当美国代表坚称 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 被扣留时 钱学森的信 成为了最有力的回击 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 11名被俘美军间谍 和钱学森亲笔信的例证下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同意钱学森回国 周恩来后来评价 换回了一个钱学森 也值 面对即将回国的钱学森 冯卡门送给了他一张彩色照片 作为留念 并在上面用德语写下了 不久再见 从此 这对传奇师生 却再也没有见面 钱学森终此一生 再未踏上过美国的土地 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一家登上 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 启程回国 面对媒体记者 和赶来送行的朋友们 钱学森告诉他们 我将尽我所能 帮助中国人民 建立一个幸福 而又尊严的国度 当时 乘坐那艘船 在太平洋上走的时候 正好是 1955年的10月1号的国庆节 那么大家说 这是我们国家 自己的国庆节日 就晚上 就是在船上 就是大家自鞭自演吧 排了一台舞会 当时每一家都要出个节目 那我们家就是 我和我妹妹唱歌 我妈妈弹琴 10月8日 钱学森经香港 过罗湖口岸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段长达五年的 归国旅途 终于画上了句号 我妈妈告诉我 说当时非常紧张 紧张在哪呢 就是到了深圳 就是今天的罗湖海关 罗湖海关的海关 有一个门 是香港海关的门 然后要走大概300米的一个桥 才能进到共和国 罗湖海关的那边 他说当时就紧张在这300米 因为这是属于双方政府都不管的空白地段 当时都商量好 说一听枪响 是吧 我妈妈把两个孩子交给一个另外两个人带着 然后就地卧倒 是吧 我妈妈就要趴在我父亲身上保护 就是这种万一有不测的方案 都已经大家都商量好 你就可见大家这个紧张劲儿 那么一直到了 进了这个共和国的罗湖海关的海关门口 大家才放心 这算是真的回国了 到家了 10月13日 钱家祖孙三代终于在上海团聚 这一天恰逢儿子钱永刚的生日 今天在北京西郊 这双钱学森一家住了近60年的单元楼 儿子钱永刚依然居住在这里 夜幕降临 钱永刚偶尔会翻开照片集 回忆儿时的那一次海上航行 这个就是我们在船上的一个现在经典的照片 这里是克里夫兰总统号 这个表明这张照相的底片是在轮船的照相馆上洗出来 回到中国 对钱学森一家来说 新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对于新中国而言 这一段艰难归国路 很快便显露出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